而网路科技发达 传播媒体也更加的多元化 瑞穗香农会以此结合了 乡内无所小学 共同推办农村小记者 在媒体业者带领指导下 实地进行文旦佑 凤梨等在地产业特色的采访拍摄 而为期三个多月的采访制作 今天进行了成果发表会 而透过小小记者的视角 呈现了瑞穗香在地农产业的特色 瑞穗香无所小学 共无足的农村小小记者 在媒体业者的带领指导下 实地进行包括温丹佑 凤梨以及柠檬 牛奶等农特产业生态的采访拍摄记录 历经三个月的时间 在今天下午进行成果发表会 透过每一组农村小记者的采访视角 看见瑞穗香丰富多元的农产业特色 石奴教育与推广也向前迈进你大步 每一则三分钟的作品都令各级农政单位 各校师长惊艳不已 小朋友学习到很多 家长也学习到很多 那希望各位小朋友能够透过这些知识 对未来这些石农教育的一些生活 来做一个分享 瑞穗香農会推广石农教育 今年结合乡内无所小学 共同推办农村小小记者 藉由媒体传播的资源力量 推广在地农产特色 石农教育体验 更让农产教育向下扎根 今年也是我们这个石农教育的 示范的第一年 那透过石农教育的部分 我们希望把农业的部分 包含从生产文化跟这个营养价值的部分 都能够把它推广到我们的这个小朋友身上 那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发想 小记者的一个发想 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学生 能够更认识农业 那也藉由这个记者的一个发表 那透过多媒体的部分 发表的部分 能够把我们这些乡的这个特色产业 把它推展出去 看见瑞士乡农会 以网络科技发达多元传媒的优势 透过农村小小记者采访报导的模式 来创新整合推广 成效卓著 包括了农粮署 县政府也高度肯定 也起而效尤 明年度也将推出相关食农教育 一起成为推广宣传花莲农产业的推手 那这个计划其实也是每年半 那因为在每个单位都有这样的食农一个计划 在你有你的计划 在杂粮豆子有豆子这样的食农计划 那因此呢 我们必须要把这些相关的一些食农教育跟体验 有一个中整 今年请就是食农教育法通过之后呢 农业部员委扣我们这些地区域改良上的责任 可能我们每年都会办一个训练班 协助大家来取得认输 那之后呢 我们今年已经办过了 明年的那个课程 那个训练时间 我们会在官网 在宣布 那请大家来关注 我们兴趣来取得这个 专业 食农教育人员资格的话 都可以来跟我们报名 食农教育农村小小记者发表会 除了是作品成果的分享交流 现场也有农会辅导在地小农 以及农场农员涉探 提供学生家长小朋友进行食农教育的体验 深刻感受瑞瑟湘的农产业魅力 记者是越南瑞瑞瑞采访报道